真的沒看錯 臨時區走道上滿滿都是人 顧客連著菜籃或推推車全擠在走道上 其實都是結帳區排不下人潮 就往其他走道塞說好的一瓶一人呢 從另一個角度看 賣場整個結帳區大排長樓 每個走道都排了十幾公尺 連冷凍區都被擠爆目測大約六七十人 排在最後面的顧客看到這場面 真的臉都綠了 結帳人潮連店員自己也覺得誇張 分析應該是一波假日採買潮 加上高雄連日都加零 民眾對疫情開始放鬆警戒 沒錯美食賣場外頭也大排長樓 一條排不完排到第二條 要消費者分批進入 但看看裡頭肉餅區收視區人來人往 根本很難保持一瓶一人的防疫措施 另一間百貨公司超市也很熱鬧 不少人都拎著外帶食物 還有3C門市裡面 顧客群聚研究新款手機 是不是很久沒逛了 很久 五月到現在吧 以往大概三四成應該有 五月中疫情嚴峻全台三級警戒後 真的把民眾都悶壞了 好不容易高雄連日零確診才敢出門透透氣 但畢竟三級警戒還沒解除 踏出家門口罩還是要戴好 也別逗留太久才能確保家裡保持下去 記者 宋佩成 錄影節 高雄報導